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是《锻炼大脑,唯有运动》。 本书引用了很多研究论文,内容非常的实用易懂。 因此,今天我会重点讲解书中关于运动实践的部分, 告诉大家应该如何进行运动。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锻炼大脑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二,健康状态越好。 大脑的功能就越好。 首先是第一部分。 锻炼大脑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运动的方式, 并逐步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我理解直接开始运动的确很难。 之前很多人可能也尝试过, 但很难坚持下来。 即便如此, 作者建议大家可以先开始运动。 通过了解书中大量实验所证明的运动效果, 可以提高您坚持运动的动力。 本书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 运动是提升大脑功能的唯一且最强有力的手段。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运动确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 然而过去人们只知道运动对身体有益, 却往往忽视了它对大脑的巨大影响。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有关运动提升大脑功能的研究, 大多数是在过去十年内才发表的。 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可能误以为运动只能锻炼肌肉, 和大脑无关。 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您可以放下这些固有观念, 认真听听书中的观点。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的研究, 但如果现在有新的研究成果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些新发现。 在介绍具体的运动步骤之前, 我想先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运动能够提高大脑功能。 那是因为运动可以让大脑本身发生新生。 可能有人觉得说大脑新生听起来像伪科学, 但事实上, 运动确实可以促进大脑中传递电信号的神经元和毛细血管的再生, 真正让大脑焕然一新。 也就是说, 人们曾认为大脑是无法锻炼的。 然而, 仅仅在2007年,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首次找到了人类大脑中神经元新生的证据。 这意味着, 大脑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器官。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运动可以促进神经元和毛细血管的生成。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适度的运动, 不仅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 增强肌肉和骨骼, 还能够促进大脑神经元的生长。 增强记忆力、 注意力、 创造力和学习能力等认知功能。 运动对大脑的好处不仅仅停留在短期的自己, 它还能通过长期的坚持带来显著的神经学改变。 这些改变包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增强。 大脑中海马体的体积增加与记忆力密切相关, 并且可以预防认知衰退和降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 让我来介绍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让受试者进行三个月的运动后, 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成像。 仅仅三个月的运动后, 发现大脑负责记忆的海马区域中的毛细血管数量增加了30%, 毛细血管的增加意味着大脑需要更多的能量。 而这也证明了神经元的生成。 也就是说, 运动生成了新的神经元, 提高了大脑功能, 使大脑需要更多的能量, 因此血管数量增加, 以便为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和营养。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运动显著提高了大脑的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运动? 持续多久, 才能有效提升大脑功能呢? 遗憾的是, 针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不过虽然目前仍处于假设阶段, 但一些研究表明, 有氧运动对提高大脑功能有帮助, 同时包含复杂动作的运动, 如有氧操和武术, 也被认为很重要。 基于这些研究, 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运动建议, 将步行、 慢跑和跑步相结合。 或许有些人不清楚慢跑和跑步之间的区别。 本书通过心率来定义这两者的差别。 最大心率的55%到65%为不行, 65%到75%为慢跑, 75%到90%为跑步。 可能有些人对这些心率数据没有太大概念。 我的理解是, 稍微感觉有点累的就是慢跑, 而非常累, 几乎无法呼吸的就是跑步。 作者建议, 认真对待运动的人最好配备心率监测器, 这样可以确保以适当的强度进行锻炼。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组合呢? 有效的组合是每周进行四天慢跑, 两天跑步, 每次持续45分钟到一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 跑步不应连续两天进行, 因为它是无氧高强度运动, 身体和大脑需要休息时间来恢复。 然而直接开始这样的强度确实有些困难。 每周六天, 每天一小时的运动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许多人可能因为无法做到而选择放弃。 但本书强调, 与其什么都不做, 不如慢慢开始, 即便只是步行, 也比完全不运动要好得多。 所以作者鼓励大家, 至少从步行开始, 慢慢养成运动习惯。 即使是仅仅步行十分钟, 也有研究表明能够提高大脑的功能。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从轻松地步行开始。 此外有研究证明, 与他人一起运动更容易坚持下去。 因此, 找一个一起运动的朋友或伴侣也非常重要。 本书中提到的研究也指出, 和别人一起运动带来的神经学上的好处更大。 如果实在无法邀请朋友的话, 尽管一开始可能需要花费一些金钱, 但雇佣一位私人教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因为支付金钱能提供一种强制力, 有助于养成运动的习惯。 可能有人会疑惑。 既然有氧运动对大脑有好处, 为什么还要推荐无氧运动? 事实上, 由于无氧运动在实验中难以用动物研究, 因此对大脑的影响还不太明确。 然而, 研究表明无氧运动能够促进人类生长激素, 俗称反老还童的激素的分泌。 这有助于提升大脑的功能和学习能力。 因此, 我也建议大家尝试加入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当然, 如果难度太大, 只要能做就好。 总之, 如果总结本书所推荐的运动方法, 结论是即便是低强度的运动, 也比不运动要好, 并且即使低强度的运动也能带来显著的效果。 其次, 如果可能的话, 建议进行中等强度的慢跑, 达到稍微感到疲惫的程度, 并时不时加入接近全力冲刺的跑步, 这样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不仅仅是跑步, 力量训练也被认为对大脑有积极的影响。 所以,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运动, 只要是您愿意并且容易坚持的, 就是最好的运动, 坚持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 虽然听了今天的视频, 可能已经让您对运动的动力有所提升, 但为了进一步保持动力, 本书中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充分证明了运动的有效性。 我相信, 这对保持运动的动力会有很大帮助。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那就是健康状况越好, 大脑的功能也会越好。 因此, 通过运动改善健康, 可以同时提升大脑的功能。 与此同时, 注意饮食等健康管理也能改善大脑的表现,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很多人在想要提高工作效率时, 通常会选择翻阅工作相关的书籍, 但事实上, 通过运动和饮食管理, 注重健康, 可以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只要您意识到这一点, 思维方式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关注自己的健康, 来提升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此外, 健康状态对心理也有很大的影响。 本书也提到, 运动对控制焦虑情绪非常有帮助。 如果您遇到让您感到不安的事情, 或者常常感到紧张, 运动可能会改善这些情况。 因此强烈建议有心理困扰的人, 日常生活中融入运动。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患者通过运动改善症状的案例。 ADHD患者往往很难集中注意力, 但他们在开始运动后, 借无需依赖药物就能维持集中力。 关于抑郁症的研究也表明, 运动被称为没有副作用的药物, 其效果非常显著。 虽然对运动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 许多方面尚未完全明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运动一定会对您的日常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因此,无论多忙, 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 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哪怕只是每天步行30分钟, 只要坚持下去, 您一定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改善。 坚持运动, 不仅是对健康的投资, 更是对幸福生活的保障,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迎接更好的自己。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